东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沈阳克制艺人唐俭用自己的一组克制作品《菊英谱》 将奥运冠军夺冠的精彩瞬间刻画于宣纸之上 希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奥运健儿加油鼓劲 8月6日记者来到唐俭的工作室 这副作品就是本届奥运会为中国获得第一枚金牌的零零富小将杨倩 这副作品是4200米女子自由泳接力 破世界纪录的成年为中国获得了金牌 本届东京奥运会开散以来 中国代表队长居奥运奖牌榜首位 目前已获得34枚金牌 而唐俭已将这34位奥运冠军的克制作品全部制作完成 实际上从2020年初开始 唐俭就利用工作之余 用刻刀将中国历届奥运冠军夺冠的精彩画面刻画出来 从中国奥运首枚金牌得主徐海峰 到本届获得第34枚金牌的女子乒乓球团体 在唐俭的刻刀下 他们的精彩绽放被永久定格 我就是本身是一个运动员出身 再加上非常爱好体育 同时呢就是在剪纸和克纸艺术当中 还很少有人把奥运冠军 整个的奥运冠军全都把它记录下来 用一种艺术形式展现出来 所以说我就是说 非常就是想把这个这个本届奥运会 特别本届奥运会到目前为止拿的所有的金牌 一并都展现出来 唐俭向记者介绍 自己也曾是一名专业的射击运动员 在本届奥运会上 看到00后小将杨倩勇夺首枚金牌 让她兴奋不已 也更加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 此后 中国每增加一块金牌 唐俭就会完成一副作品 不过 中国奥运鉴儿的夺金速度之快 也会有让唐俭应付不来的时候 但她都会千方百计挤出时间 以最快的速度设计课稿 完成刻画 保证作品紧跟比赛进程 我是这个工作之余来进行创作 那么在近几天 尤其前几天 这个金牌数剧增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我就要这个加班加点的 尤其晚上 这个晚上奥运会都基本上结束 我呢还是挑灯夜战 把这个初稿设计出来 然后呢进行克制 唐俭告诉记者 他每天都会关注奥运夺金的热门选手 关注比赛进程 然后盯在电视机前 记住每一个精彩画面 唐俭说 一件作品从设计到完成 大概需要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而最多的一天 他制作了九幅作品 全部完成后 一双眼睛早已模糊不清 虽然辛苦 但内心却是无比激动和自豪的 中国体育啊 近些年是飞速发展 尤其我们这个运动员 在赛场上这种拼搏 这种拼搏精神 深深地感动了国人 所以说每到 国旗升起 国歌唱响的时候 内心都无比激动 作为一个中国人 真的感到骄傲和自豪 所以说我是看到运动员 在赛场这种精神风貌 我也是特别激动 就是说也想用我这把刻刀 把这个运动员 在赛场上的每一幅画面 每一个精彩镜头 我都把它刻画出来 除此之外 2021年年初开始 唐俭历时三个月时间 刻画了冬奥会上 所有奖牌获得者的精彩瞬间 目前62幅作品已全部完成 未来 他将把这组作品 献给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